在下也是说说 徐灵兄不愿的话也就算了 不过听闻道友在闭关前 似乎得到了一件不得的宝物 似乎和玄天之宝有关 金某原本想趁此机会见识一样的 你消息倒是灵通啊 不过是一块玄天之宝的残片 可并非真正的玄天之宝 既然金燕道友都已经指名道姓地点出此宝了 老夫在藏着叶着 可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就拿出来让二位道友看上一看吧 果真如此 那我和江兄可要大开眼界了 在下虽然苦修至今 玄天之宝还真是头一次得以亲眼目睹的 老夫七年到曾经见过一次 玄天之宝祭出的威能 但是当时法力不高 并且相隔甚远 对着玄天之宝真身 同样也未曾见过 但话说回来 浮游族身为风源大陆的大族之一 应该有一件真正的玄天之宝 做镇族之宝吧 清原子目光也是闪过了一丝兴奋之色 至于韩力听闻玄天之宝几个字后 心中一灵将目光从空中那些五颜六色的宝物中挪开 同样望向了老者 本族的确有一件玄天之宝 但此宝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供奉给本族的圣灵 就连我也只能从点击上看到此宝的图像而已 真正的玄天之宝 整个灵界也不过那么十几件而已 这些也是此界总能演化出的玄天之物的极限了 在红光中 赫然一件香炉般的东西表面坑坑洼洼 银有几个知名的金色符文若隐若现 同时在顶部还明印着几只从未见过的兽形图案 或鹰手马身或猪头龙蛆 不过均都是缺手少足 一副异常惨破的样子 韩力三人自然纷纷将目光落在此物上 脸上神色各异 这就是玄天之宝的残片 清原子也眉头微微已皱 二位道友 修为到了你我这样境界之人 怎么还会被区区一些外相所迷惑呢 老者见二人还有些不信 倒也并未动怒 反而哈哈一笑之下 突然伸出一根手指 冲着眼前香炉轻轻一弹 当得一声翠响后 香炉为之一颤 体表金文竟大为亮起 同时香炉顶部那几只图案 也通体红光闪烁 残缺的部分一下被红光弥补完全 而这时 老者手指移动之下 又弹出了第二下 砰的一声 那些浮现出的金色符纹 竟在香炉表面一下溃散开来 化为无数金星将整座香炉都包裹在其中 那几只图案也在红光中一下扭曲活动起来 仿佛随时都能从香炉上直接透体而出一般 与此同时 一股浩荡的天地元气之力 默然从香炉中移散而出 化为一股无形距离 一下将整间大厅都笼罩在其中 原本站起身来的韩力 在这股可怕的圆压之下 也身形一晃 脸色微微已变 清原子和金燕猴二人虽然稳稳地坐在那里 但望着香炉呈现的异象也是嘖嘖称其不已 这件玄天灵宝残片是我无意中在蛮荒身处一个上古战场发现的 后来我又花费了弱大力气重新炼制一番 才能可以催动这件异宝的 刚才展现的不过是此宝的十分之一的威能 若是全力催使之下 绝对不比万灵混沌榜上排名前世的通天灵宝差到哪里去 一个残片就能有如此威能 真不知那些玄天之宝又是何等可怕 徐灵兄你真是造化不小 有此片在身想来渡劫之时也会多一些把握吧 希望如此吧 不过那非生之劫又哪是如何好渡过的 我灵界以前又不是没有人渡那非生之劫 他们哪一人不是战战兢兢的 自觉把握充足之下才渡劫的 但能渡过去的证然是寥寥无几 要不是老夫自觉实在无法渡过下一次大天节 也绝不想冒险准备飞升的 不过若是我手中能有一件真正的玄天之宝 说不定还真能有几番把握 可惜圣虫大人手中的那一件早已和自身连环一体了 根本无法想戒的 不过我似乎听说数百年前我们灵界 似乎又出了一件玄天之宝 真有此事 我怎么从未听人说过 不过这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江兄搞错了 江兄是从本族的花长老那里听到的消息吧 此话倒是不假 我刚出关时听族中长老说了 前些年在混沌万灵榜上 突然多出了一名名列前茅的玄天之宝 这的确是一件奇怪至极之事 听说磁宝就出在我们风源大陆 连脚吃族和海族似乎也跨大陆来寻找磁宝 连血迹手段都动用了出来 但似乎并未得手的样子 后来此物就再无消息了 不知是自己已经开了灵制自行隐匿起来 还是被其他大能知识抢先得手 因为施展神通遮蔽掉了 根本无法判断此物的下落 我族中几位精通推算之道的长老 在花费的军人代价后 同样无法得到什么准确消息 只能先暂时放弃了 还有这种事情 但玄天之宝怎么可能连推散之力都能遮蔽掉 难道此宝是直接落到了哪一位真灵存在的手中 直接落在真灵手中这不太可能 真灵虽然大都诞生在各界之中 但一旦成年却大都会离开元界 去更高一层的仙界 或者直接扫荡各界虚空 另行开辟自己的居住之所 基本上没有机会先接触到玄天之宝 否则我等各族又上哪供奉这些真灵作为护族根本 我倒是觉得此事和这件玄天之宝可能并非是本界诞生的玄天之物 不是本界诞生的玄天之宝 强行推算一两次有可能 一旦此宝开启了灵制有了警觉 有办法抗拒异界天地之力的推算 也并不是奇怪之事 嗯 听徐灵兄这么一说 还的确有理 可能真是如此吧 否则 各族也不会如此的掩旗息鼓了 毕竟大海捞针的傻事 不会有人白费力气去做的 倒有阅历之广 真是远非常人可及的 此结论是族中一根长老共同推出的结果 可不是老夫自行想出来的 好了 韩小子 你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 可选好所要的宝物了 韩丽听完三人的交谈 原本提着心总算是放回了肚子 但再一听老者的问话 脸上又浮现出异样的表情 扮上后只能硬着头皮回道 前辈 这些宝物虽然神妙不凡 但也并非是晚辈想要之物 晚辈还是想留下明和之辱 留来自用 没有看上的 难道你手中真有万灵榜上的通天灵宝不成 好 你若是真有次能宝物的话 老夫自然也不会强求换取这些宝物 但若是没有的话 只能当你是在对老夫不敬了 说不得要给你些苦头吃下了 韩力文言也并没有再说些什么 单手一番 银光一闪 一口银灿灿的短齿浮现而出 五指一抓 略一挥动 顿时一股惊人气息散发而出 同时灵光闪闪无数银色池影幻化而出 玄妙异常 咦 还真是万灵宝上排名的通天灵宝 虽然应该是排名倒数末位的那种 看来韩小友还真的不缺普通的宝物 金燕侯先是有些亚然 接着嘴角一动轻笑起来 显然对老者的窘境略有些幸灾乐祸 清原子摸了摸下巴苦笑一声 老者见自己一连两次拿出的东西 都未能成功换取 脸色也有些难看 双目瞪了瞪韩丽好一会儿 才冷笑一声 想不到你境界不算太高 但身价倒还不菲 既然丹药和法宝你都不缺 那老夫就用一种你不可能拒绝的东西 来换取这些凌辱 不能拒绝 韩丽听了这话 自然为之一正 心中不免嘀咕起来 清原子和金燕猴见此情形却互望了一眼 面上均献出一丝亚色 似乎隐隐猜到了些什么 你刚才听了半天 应该知道我是浮游族的太上长老了吧 而我们浮游一族也许无法和 搅持海族这等超级大族相提并论 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神通 却自问整个灵界也无人可以出其左右 接着他单手往身前虚空一抓 那些原本悬浮的众多宝物顿时化为点点灵光 被其重新收进了大袖中 驱虫术 哈哈哈哈 不错 本族的驯虫驱虫之术绝对可以独步整个灵界 哪怕是其他超级大族中在此方面和本族相比 也是略有不及的 我用来跟你交换的东西 就是本长老精心培养的九九八十一种灵虫中的两种 有着灵虫相助 足以可以让你傲视同皆存在了 老者傲然 接着两根手指一弹 扑扑两声 一子一律 两只拇指大小的灵虫 一下机舍而出 在桌子上盘旋飞舞 两只灵虫 一只体表引有四色电丝闪动 另一个头颅 近似一个不知缩小多少倍的迷你交手 这就是星虫 紫电虫和地胶虫 徐灵兄 你怎么会舍得将这两种灵虫拿出来交换 今夜侯一看清楚这两只灵虫的模样 竟一向失声起来 青原子的面容一变之下 也有些惊疑不定 你们知道什么 若是以前 这明和神辱自然不值得老夫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但是现在这些灵主对老夫至关重要 一定要拿到守不可 韩小子 这两只虫都是老夫精心培育数万年的灵虫 本身微能 甚至足以和一名合体出其修士争斗不下了 只要你答应交出灵主 老夫立刻毁掉他们体内的任主印记 并注目收服他们 能如此做的 在整个浮游族 恐怕也只有老夫一人了 相当于合体出其 韩丽望着两只灵虫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禁心中有些心动 不过他转念一想 自己灵兽环中那数以万计的士金虫 至今还无法驱使如意 立刻就将此心思熄灭 虽然士金虫的个体不如眼前的两只七虫 但真要放出成百上千只争斗的话 这两只灵虫 自然也一下 只有被吞噬干净的份